7月31日 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共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稱 在現行規模較大的幾個稅種中 消費稅全部歸屬中央 下一步考慮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 並逐步下化地方 拓展地方收入來源 受中國房地產暴雷及地方政府融資問題的影響 地方政府債務急劇增加 去年8月 高盛集團估計 中共地方政府債務高達人民幣94萬億元 分析認為 實際上 這是賦予地方政府新的剝削手段 必然會出現橫征暴臉 而根據中共財政部數據 今年上半年 非稅收收入21,833億元 同比增長11.7% 分析認為 這表明中共利用公權力搶錢的力度在加大 消費稅務再次移動